现在讲一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霾 其实这个阴霾盖顶 尤其是你住在西方国家就会留意到 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媒体有很多蝙蝠 都是说现在有可能会核战 核战会怎样呢?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告诉大家就是2月底的时候 其实就是俄罗斯出兵做特别军事行动 去打烏克兰的时候 其实英国方面的媒体是最早做这件事的 英国方面的媒体一开始就说 政府那些人已经有消息 说要做些事情出来预防核战 就是为核战做准备 台阳麻烦你可以分享一下网站的情况出来 有些网站就是现在多了人叫人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初是有这些网站的 看到一些英国的媒体介绍某些网站 那个网站就是说如果你住的地方核爆的时候 会怎样 如果核弹有多大影响到的地方是哪里 在英国当然如果你有核弹 好像俄罗斯说第一要去打英国的 核弹炸了伦敦的话会怎样呢? 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如果炸了伦敦的话 其实整个伦敦都是收皮的 如果核弹一射的话 死定了 其实核弹是一锅熟的 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为什么说很难避免呢? 如果俄罗斯射核弹 或者美国人射核弹的话 那些洲际导弹 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射得到 我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导弹的射程是离不开的 为什么我说美国和俄罗斯呢? 我不是说中国不能射到周围 但是中国是不会的 因为中国是有承诺 说了承诺是不会用核弹 就是核弹是智慧的 是不会首先使用的 说了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是有这个承诺就是中国 所以如果打核战是一定不关中国的事 就算要打这些战争也是被迫的 因为中国是说了 中国是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 台阳你可以按一下 炸了会如何 这个地方其实就应该是纽约 纽约啦 是纽约啦 如果你可以选择核弹是什么弹 选择是多大粒 然后按一个按键 就会知道影响到的地方是否去到哪里 看你住的地方会不会炸到 这个就是纯粹说核弹去到哪里 然后一爆了就会 影响的范围是怎样的 你会不会死的 这个很小的 这个是北韩 2013年试射的 试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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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当然有其他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 你可以选择俄罗斯最厉害的 俄罗斯最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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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选择俄罗斯最厉害的 整个纽约是全围的 俄罗斯 其实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样 这个现实就是 沙磅 这个沙磅 这个沙磅就是最大型的 全世界最大的核弹 载下去 整个大纽约区 牛尤 tills 进出特币 其实过了沙磅 过了沙磅 也是 Near Nej尻 但你看看他 说了 其实还能影响 你看看他 连JFK 都可以影响到 其实 还是 运古克币 oppos冬部都可以影响到 哈哈哈 你试试 你可以选择 或者挑选 我们是语人为善的 我们都讲语人为善 lever 炸彈香港的影響效果是很大 很大的 所以你說打核戰是否全包散還是全包散 會影響到東莞 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先跟大家說 一定要爭取和平 還有這個世界如果分裂成兩個陣型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現在最應該要防禦的東西 或者是防止的東西 就是世界再跌入一個冷戰 或者跌入一個熱戰的陷阱 這件事是要防止的 這件事本來我想說很久了 但是我也沒有時間說 最初我安排了 就是我牙痛那時候說的 但是沒有說到 或者明天的節目就會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不可以再那些矛盾 再不斷放大 其實不同的國家是一定有矛盾的 最重要是一定要坐下談 就不是說要打這個打那個包圍這個包圍那個 這些是不行的 如果再用這些方法去處理世界上的矛盾 其實人類都會滅亡 其實是 我們是很粗淺的看法 而且我們是良好的意願 希望世界不要這樣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後果是很嚴重的 是一窩熟的 如果一窩熟的話 其實是沒有人能夠幸免的 當然也有人說 只是美國會死 我跟你說 如果美國要倒閉的話 他一定會找人戰屍底 這個就是美國麻煩的地方 如果美國不行的話 他也一定會找人戰屍底 那找到哪些人戰屍底 他一定會找目標最大的人戰屍底 我告訴大家真相 這個世界真的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你想人家壞的話 其實到最後就是大家壞,一起壞 壞到貼地 就是這樣 所以不應該這樣 當然有人說我說得好 其實我自己看到這些情況我是害怕的 可能你看到說口疼疼的 因為我其實說真的 我不是沒有試過按那個核彈的按鈕 我都按過一下 但我沒有試過放在香港 是台洋建議放在香港的 我真的沒有試過在香港 在香港 我第一次看到其實我自己害怕 這支是東風五營 炸了就會影響到去 整個香港沒有了 看到部分的深圳 估計會死二百六十幾萬人 三百多萬人受傷 或者我們可以試試其他地方 不要試香港 我自己看得很不舒服 其實我也不想日本壞 說真的 台洋的心態多不好 我比較壞 炸下去整個東京都沒有了 我就覺得不要這樣 其實真正有風險 我覺得東京的風險也不大 因為中國不會就這樣射到核彈 不會射到日本 不會 因為中國不會這樣做 一定要說回 我們的國家是外號和平的 是建設和平的 解放軍是防禦的 不是攻擊和侵略其他國家的 別人就會說 你這個Raymond Wong是這些門面說話 我不是 我告訴大家 其實 中國大陸是沒有條件 用軍事力量去武統 不是的 中國大陸是有軍事力量去武統很久 有足夠的能力 如果真的要武統很久 如果真的要武統的話 但是武統是不符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利益 如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定是要台灣回歸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兩岸和平統一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是 我們中國人 是不可以輸的 學習西門之敬說 如果你一武統的話 其實就輸了 中國終於學習西門之敬 我們中國人是不可以輸的 打 HAPPY WONDER 可以不打仗嗎 我也有很多朋友在東京 所以我和HAPPY WONDER 可能是這樣的 比較熱愛和平的人 有些事情 就與人為善 那就算了 所以我就說不要放在東京 其實真正有危險 就是倫敦 或者紐約那些 因為俄羅斯會不會 射出來呢 普京是說了 他說會用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用的 所以我是根據 這個砂砰炸到基庫上 後果就是會到 哇 繼續猜 千多萬人 千三萬人 殺死之間都死了 千萬人是受傷 其實還未到用核武的情況 大家其實應該坐下談 我們的說法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空空又說 馬上變成西門社長 其實他那種說話的康調 我也認識 如果我強行要 像他這樣說話 我可以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說話呢 他們這一種就是一個宣傳康調 我不是做這些 我們只會和大家聊天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說 HAPPY WONDER說 倫敦也有很多親戚朋友 我也知道 HAPPY WONDER 我自己在紐約也有很多親戚 在倫敦也有親戚朋友 但是他們是有風險的 因為俄羅斯真的很近 譬如俄羅斯射一支導彈過去英國 其實去到倫敦是九分鐘的時間 根據英國方面的估算 但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英國會說這些 其實英國現在 某程度上 要塑造俄羅斯很邪惡 第一個原因 但這不是主要原因 事實上他們也是有這個恐懼 就是俄羅斯會動手 會射倫敦 他們是有這個擔心 事實上就是這樣 還有2018年的時候 其實英國政府已經有少許準備了 其實就是 因為英國已經拆掉那些四分鐘的預警系統 因為 英國以前有一個預警系統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會有這個核戰 就是導彈正在飛過來 四分鐘就衝到地鐵 但是90年代的時候 因為冷戰完了 這些東西是拆掉的 其實就是 所以 如果英國是被導彈射 它唯一的方法是通知市民或者國民 它只能夠用手機網絡 現在是用手機網絡 即是電視電台都可以 但是 如果真的打仗 就真的很慘 其實大家都 就算西方射一些核彈去莫斯科 你可以放在莫斯科 其實如果他們兩個打仗 其實大家都會含散 你可以放在莫斯科 可能莫斯科大家少一些親戚朋友 如果真的放在莫斯科 又是炸到整個城沒有了 聖比德堡又炸到整個城沒有了 所以 我的看法 現在西方某程度上 其實正在犧牲烏克蘭的利益 就先撐住 烏克蘭 其實西方人所有都是要賣單 住在西方的人都是會賣單 要花錢賣單 因為有價的貴了很多 還有 現在 G7 應該我們會說 就是G7 限價買俄羅斯油的建議 限價買俄羅斯油的建議 其實就是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要推倒市場 有些人想 比如股市 樓市 要推倒市場 按重啟制 我告訴大家 現在按重啟制不是很容易 跟以前的危機是不一樣的 現在西方 尤其主要是英美 他們那些媒體 有很多文章都會拿出來說 就是如果打核戰會怎樣 你就預備好 美國其實一向都有這些文章 但是現在它發出來的 頻率就高了很多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Conny Chan就說 我的儀式去了三藩市工作 三年多 其他地方都有傳聞 所以四月尾已經回來了 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 英美的媒體 有很多 蝙蝠都會說 打核戰 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是 令到他們的人有準備 那你說是否真的會打呢 我希望不會 但是 有些人 如果跟你說 他們雙方已經說好 那些 那些 有默契 其實 默契 有一部分可能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夠擔保 不會拆槍走火 如果突然之間 有些拆槍走火 一爆發 就很嚴重 整件事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那 英國美國 其實我認為 他們已經是為核戰做準備 就是 他們 是一個 很明顯的媒體的操作 即是媒體在宣傳這件事 其實就是 那 香港藝民就說 英美就想 俄羅斯在烏克蘭用核彈 但是俄羅斯是知道的 先有世界大戰 一開始 就先打倫敦一雪 那 希望俄羅斯 就是不會用核彈的 當然 所以我就說 有可能 所以我就說 俄羅斯和中國 從來都不是一樣 因為俄羅斯 他從來都不會承諾 他不會先用核彈 他不會的 因為俄羅斯的本質 和中國都不同 所以有些人 將中國和俄羅斯 說成聯盟 串在一起 不要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真的不是這樣的 你自己看看 國家的政策 領導人出來說的話 習先生 每次都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 普京有沒有說過這些 他沒有的 反中的 喜歡串在一起 外地很多 很多華人 都有反共的傾向 尤其是那些 經常都說 中國跟俄羅斯一夥 中國是黃俄的 中國是黃俄 有些人還說到 什麼叫黃俄呢 就是黃種人的俄羅斯人 說得很噁心的 他們就 反華的人喜歡串在一起 但有些 所謂的外國人士 就說很支持俄羅斯 你兩家人 其實本身是一家的 外面反華的人 和一些支持中國的人 部分支持中國的人 就很親俄羅斯 你和外面的反華勢力 是串在一起的 你們是一家的 本身是一家的 所以 台洋說得很有道理 其實他們說的 很多時候是一樣的 好像黃藍是一樣的 黃藍有共同語言 其實 反華人士 和外國人士 都是有共同語言 反華人士 我本來想著不說的 因為我怕你會說 我會趕客 結果你講得出來 台洋 這次我趕客 Deniel W 我要回應你一句 你可能說倫敦中彈 全世界馬上醒醒 一笑問恩神 就好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如果倫敦 倫敦中彈 就全世界 沒有了 玩完了 就沒有了 我告訴大家 如果 我告訴大家 沒有可能 一笑問恩仇 你只要用了這件事 就是整個地球全毀 我告訴你真相 所以現在 最好的結局 其實就是 俄羅斯佔 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 德先生好意 德先生好意 大家都收手 即是一個 不會反攻 大家就保持著一個 戰略平衡 有些分界線 然後可能 你又搞恐怖襲擊 我又恐怖襲擊你 在烏東地區 小規無襲擊 小規無襲擊 或者恐怖襲擊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 搞一下這些就算了 不要影響到全世界 說真的 我想西方國家 其實都是想這樣 很明顯西方國家 其實是想犧牲烏克蘭的 那 沒辦法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大家就要投降 是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 烏克蘭 他會繼續頂住 烏克蘭 我覺得烏克蘭人 他們 都是愛自己的祖國 很多都是 他們頂住是沒有錯的 他們會頂住是沒有錯的 你不可以全怪他 他一定要頂住 一定 最多就是慢慢撤退 然後 當俄羅斯 拿回他們 認為那些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東西之後 最好就是大家的情況 舒緩一些 局勢舒緩一些 大家有飯吃有有用 有能源 有糧食 整個社會穩定就算了 西方和俄羅斯 喜歡搞一些政治事情 有得他們搞 不是怎樣 我們應該站開一點 嚴格來說 我的看法就是 Happy Wonder 就是烏克蘭人都是人 沒錯 我就是說 我們從來都是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節目 有些人說我們支持俄羅斯 有些人說我們支持烏克蘭 有些人說我們支持烏克蘭 其實我們雙方都不支持 我們根本就不支持戰爭 我從來都不支持戰爭 我從來都不支持戰爭 那 Chip Love 就是倫敦是金融中心 吳瓜達 這樣 這樣說 一雞死一雞命 但是 如果倫敦都被人炸 我告訴大家 英國是不會收手的 還有我告訴你 五眼的人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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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盡全力去打 俄羅斯 對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想著 隨便炸 一笑問的時候 不是的 當時就是全球總動員 其實就是攬炒的 是很嚴重的 KRX就是 照道理 歐洲怎麼會這麼蠢 明知拆下去自己死 不是的 我告訴你 歐洲是一定要頂住的 在歐洲人的角度 有很多人的評論 是基於俄羅斯的角度 為什麼 在歐洲人的角度 不是這麼想的 在歐洲人的角度 就是 我和俄羅斯做這麼多生意 你都敢在歐洲打仗 你都敢在歐洲動武 其實 那個信任就沒有了 我講句老實話 本來是有信任的 本來有生意有信任 其實歐洲在俄羅斯投資很多 本來是有信任的 大家都是 你說英美在拱火 你不可以否定 英美有些人在拱火 但是到最後 禁制要打仗的 事實不是英美 我忍不住了 忍無可忍 你看看中國 我告訴大家 中文字是很好的 中文字 你寫過忍字是怎樣的 心上面插刀 在心上面插刀 你都要忍 為什麼呢 其實這句話也說出一件事 就是你的心臟被東西刺到 都不能馬上拔出來 或者身體被東西刺到 都不能馬上拔出來 要找醫生幫你拔 因為要忍住 不然會死 是很嚴重的 說真的 你沒有了生命 我雖然知道 我們這裡也有很多信耶穌的人 死了之後有永生 有永生的盼望 但是 這個世界 都是很美好的 其實我們盡量 要把天國放在地上 主土文也是有說的 有些事情是要和平 不是亂參與 所以 那些說不忍得需要拔人的論述 其實也是不適合的 說真的 中國 比很多地方搞過 不同的外國勢力都搞 都來過了 有沒有去拔人 你自己想想 有沒有拔人 都沒有拔人 忍無可忍 忍無可忍 忍無可忍就弄了國安法 就是這樣 沒有其他 忍無可忍就是弄了國安法 最多弄了23條 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的看法就是 是不是 所以 有些人在說 國家力量很強 拔人就一定贏 國家都沒有說過 解放軍都沒有說過 國家從來都是強調 強調這個國家的軍事政策 都是以國防為主 不是主動攻擊人的一個國防政策 這樣說 就是 Edward S.K.章 他就說 歐盟是一堆 假道而正棍 那 問題就是這樣的 歐盟其實 其實 他們的錯又真的不是很大 我也要說 他們就不斷 德國其實 法國那些 和俄羅斯做很多生意 以前很多生意 很多生意 其實 是啊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歐洲人對俄羅斯 始終都是有些 不信任 其實俄羅斯也對歐洲 有些不信任 當這些不信任 化解不了的時候 就會打仗 或者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要是冷戰 其實 現實就是 有些事情是可以協商解決的 不需要動刀槍 是我的看法 那 好了 不如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 我們 再講一講主題 我們這次節目就結束了 休息一會 好